刘晓庆天天挂脖子上的这块翡翠,竟然有如此来头,刘晓庆最近还是有点活跃,刚参加完表演又来参加活动,行程满满,最近刘晓庆笑容满面地出现在某个活动现场,会上刘晓庆穿着一身红色的西装,虽然在高清镜头下刘晓庆的脸有些僵持,但感觉她还是年轻了不少。 虽然说刘晓庆已经六十多岁了,可状态不舒任何年轻人,站在台上和主持人活动方畅聊,现场气氛很好,只是刘晓庆这身打扮却很抢眼,不是说她的衣服有多亮眼,倒是刘晓庆挂在脖子上的那个翡翠很招人眼,刘晓庆带着的这块翡翠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,基本上只要是外出或者是参加活动, 刘晓庆都会带着她出席,出境率非常的高,比如和朋友去野外玩耍,参加朋友聚会,出门坐地铁,哪怕是去另一个地方旅游,刘晓庆都要带着,很是显眼了。 有网友估计刘晓庆身上的这块翡翠大概要几百万吧,很多网友表示赞同,毕竟那么大的一块,颜色又这么好看,甚至还有网友说刘晓庆很有投资眼光,在十年前花了一万块买的这块翡翠,现在涨到几百万,眼光好的不得了。 其实刘晓庆对投资很有眼光,早就是圈内公认的事实了,说她每次看欲看翡翠都很有独到的眼光,每次只要刘晓庆带什么样的翡翠,都会引起网友的强烈关注,比如圆形的翡翠,佛性翡翠还有蓝色宝石,总之各种珠宝,而且上图看到的这些,经过专家鉴定都是极品, 所以刘晓庆在很多专家眼里还是小有名气的,很多大号都开始研究刘晓庆的这些翡翠,标题可以说很是引起人的好奇心了。